各位咱们准备开始 因为我4月下期的那次要调到4月5号补 所以咱们今天一次课4月3号一次 4月5号一次 是吧 比如在同学们一模以前 我会跟大家亲密无份的接触几次 那么这个时间的安排大概是这样 今天我要把所有的新课结了 4月3号的那一次 我今天发的那个题希望你要做完 两套题目 两套文宗题目要做完 咱们拿这两套题目来说话 我简单的说一说主观题 做主观题的一些想法 4月5号那个 我还有一套题目需要发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在 从背书到做题这个过程当中 实现一次转换 而这个转换是同学们最后考试 至关重要的东西 好吧 所以咱们大概在一模以前 用这么两三套题目 加上一些做题方法的指导 把整个这个世界史部分 还有就是整个历史的教学部分 来把它做完 其他的东西咱们等到一模以后 结合新的题目 咱们再说 好 上次课咱们说了半天 关于战后的政治状况 战后政治状况 简而言之 就是四十年的冷战两极格局 和此后二十年的多极化 冷战的格局 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 就二战结束以后不久 就开始进入到冷战的状况了 那么一直到1991年 苏联解体 而91年到现在 整整二十年 这是冷战后时期 冷战后时期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多极化 迄今为止还是一个趋势 希望同学们不要误以为 多极化已经实现了 大概来讲 就是从两极到一超多强 到逐步走向多极化 在这个多极的过程当中 同学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团结 欧洲的这个崛起 看到日本的复兴 看到苏联变成俄罗斯以后 经过短暂的阵痛之后 再次成为一个世界级大国 另外还有就是中国 对吧 那么同学们这18年的人生当中 你们亲眼见到的就是 冷战后 中国如何走向世界的一级 那么你们在 尤其在上了中学以后 到现在也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 这五六年里边 中国经济飞速的发展 在世界上好像影响力越来越大 有些人开始轮圆了忽悠咱是吧 忽悠咱一会咱们G2了吧 咱们就跟美国平分世界了吧 要不然就咱们就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中国好像只要一熄火 世界就跟着完蛋了 这些从某些角度来讲 都可能是对中国的一种重视和承认 但是如果我们中了那个圈套 被人忽悠的真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一级了 而且还不是多级中的一级 是新两级中的一级 我劝你洗洗睡 你还差得远吗 中国在这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 很坦白的说我们还没有全部完成近代化的功课 更甭提现代化了 世界史是分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 我们在跟一帮现代国家用混合拳法作战 一会是中世纪的 一会是近代的 偶尔还有现代的 可能还有点未来战士的 这种东西在现代社会里边 应该说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所以我们不可以妄自菲薄 说中国什么都不是一团糟 没有 中国发展的很好 但是发展的好 不意味着没有问题 不意味着问题不大 尤其是看看我们周边 看看跟咱们同为一级 或者将成为一级的 比如说美国 欧洲 日本 俄国 中国跟他们比没有绝对的优势 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未来恐怕你这一辈子是需要在继续稳定中国的发展 继续实现中国的这种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路上 要做很多事 而这个过程当中实现你的自我价值 实现你人生的飞跃 那咱就不白活这趟 我不想老说什么那个特别假大空的伟光正的话 希望你们把实现民族复兴和实现你个人的这种成就结合在一起 国家是什么 无非就是中国人的组合 中国人强了 国家自然就强了 对吧 好 那么日本我们上次最后提到一些 我最重点谈的是它的教育和科技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意识到 在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下大力气抓的东西之一是教育 但是教育目前被证明是30年改革开放最失败的东西 这30年改革开放失败到什么程度 我不是改革开放失败 改革开放中的教育失败到什么程度 你们即将亲自去体会 你们已经体会了很多年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各种失败之处 现在你们即将体会高等教育的失败了 恭喜你们升级了 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去想 我把那么优秀的学生送到中国的大学里面去 是不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实在说的有点太狠了 但是中国大学让我的感受上 让我的这种感官上受刺激 不是一次两次了 将来有机会 比如到高考前咱们闲着没事的时候 为了给大家舒缓一下你麻痹已久的神经 可能我再谈谈你们高考后和上大学以后怎么着 咱们现在还是先把这个课题讲完 战后我们知道两极是政治上的两极 经济上也有两条线 社会主义阵营是一条单独的线 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我们简单说两句 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老大是苏联对吧 但是苏联的经济应该说 那个斯大林体制是有着重大缺陷的 只不过斯大林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 它有利于应对突发事件 应对灾难性后果 所以在抢险救灾 抵抗外国侵略方面 斯大林体制好用的很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 在他的十年 二七到三七年 十年这两个五年计划过后 他的经济飞速发展 尤其在重工业上 发展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了吧 到四零年前后 他的各种问题纷纷显现的时候 希特勒来救命了吧 这德国一闪击苏联 苏联又开始进入到战争体制 那这卫国战争当然是斯大林体制比较好使啊 对吧 打完了仗以后 谁还敢质疑伟大光荣 而且永远正确的斯大林同志 你绝对不敢质疑他 所以他一直到死 对于这种斯大林体制 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调整 当然战后人们也需要斯大林体制 因为那国家被打得快烂门了 对不对 经济大概降了70%以上 他又是一个震灾 一个救灾的过程 等到好起来了吧 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打翻在地 但是把斯大林体制继承下来了吧 波列尔涅夫把赫鲁晓夫打翻在地 把斯大林体制继承下来了 安德罗波夫 希尔联科一直就到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终于不得不做出本质性改变的时候 苏联解体了 换言之你就发现整个苏联的历史 列宁赶上一头 对吧 主要是从斯大林开始的 斯大林体制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 就贯穿了苏联的始终 中间有几次小修小补小打小闹的这种改革都没有实际的成效 最终戈尔巴乔夫不改 则苏联必亡 一改革 苏联亡得更利落 那感觉像不像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就这德行 不改则大清国必亡 一改大清国死得更脆 那没办法 这说明这个体制已经病入膏肓 神仙也救不了了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斯大林体制 政治上咱们不去多说它了 就以经济来说 它那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 还有一个名词叫计划经济 那么也就意味着计划经济本身就有着严重的理论问题 它的理论上的缺陷是不容忽视的 那么你们是否理解什么叫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可不是经济计划 对吧 你让微软公司去做一个市场拓展 它也要有它相应的这种计划和方案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一些计划 但那不叫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指的是国家对经济的所有部门 所有元素 事无大小 皆以主观意志来判断 这种计划经济 国家干预的力度达到顶峰 苏联的计划经济有一个好处是 它是一部分科学家算出来的 中国当年的计划经济是某些人拍脑门拍出来的 所以我们国家更伟大 我们国家的思维更奔放 更浪漫 死人也就更多 计划经济这种东西 本来设计的思路是什么 大家需要知道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 是不是就特乱会儿 这种竞争有很多无谓的内耗 对吧 比如说你生产采电 我也生产采电 咱就比吧 谁用东西用的料更省 谁的价格更低 谁占有的市场份额就大 对吧 争来争去 最后就不得不以削减服务 降低产品质量作为盈利的手段 等于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我能一山寨版的东西 我肯定玩过你的正版的了 对吧 因为我的成本低 劣币驱逐良币生产力的水平 不会真正的发展 反而会下降 计划经济说的好 就是我给你这个部门一个计划指标 你按照我这个计划来做 咱们大家能达到一个和谐社会吧 这和谐社会是因为一切生产的指标 都来自于上风的计划 想想挺美的 好像这东西是解决资本主义一团混乱的不二良方 但问题在哪 这样让国家或者政治家们来决定经济发展的规模 经济发展的这种份额 甚至决定市场上物价销售的这个指数 一切数据都由国家来定的话 我们只能期盼两个前提必须存在 这两个前提 第一个是制定计划的人必须不犯错误 第二个制定计划的人必须没有私心 你上哪找这两号人去 一个永远不犯错误 而且永远大公无私的人天底下就没有过 明白的意思吗 因为我给你们定计划 今天你看多二叶历史书是我说了算的 我要说错了怎么办 对不对 或者说我要想让这位同学超过你 我让他多看18页 明天我可第18页的 你呢看23页吧 我要有私心怎么办 人没有不犯错误 人没有没有私心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计划经济如果真想完美的实现 它的两个前提必要条件都不具备 所以计划经济往往就是这样 就是他能够在短期内迅速的显现强大的生命力 救灾啊抢险啊应对战争啊应对危机啊特别管用 但是一旦长期实行国家干预越来越多 那就会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崩溃 俄国实际上不是到1985年戈尔巴切夫上台的时候 经济才走向崩溃 他的崩溃的根源种植在1940年上 而且此后几季猛要下去都没有把这病治过来 反而越治越烂 所以你别说戈尔巴乔夫 你换称任何一个人 你把彼得大帝弄了也不行 没任何的这种可能性 苏联是非亡不可的 中国没有亡 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旗还在 而且必将传递到你们的肩上 我们生长在阳光下沐浴在党的恩情里 我们要高举某个大旗的旗帜 是紧密团结在以沟嘎开为核心的叉叉党周围 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进到二十二三四五六世纪 甭管这扯不扯 中国现在这社会主义叫有中国特色是吧 特色在哪 特色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 是邓论是吧 邓论比毛泽东的思想要 我们不能说一定比他高明是吧 但是在经济发展上邓小平比毛泽东怎样 稍高的密丢丢吧 高在哪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没有理论 邓小平是最不讲理论的 什么叫猫论 对不对 不管黑猫黄猫能抓好的就是好猫 这叫叉叉理论的 没有这样的理论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注重实践的人 实际上他亲自的人生经验 他就发现像过去那么搞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 他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这个红色中国 已经走到了中华民族再一次危亡的时候了 我几乎可以这样来断言 如果邓小平不改革开放的话 如果中国走上北朝鲜那条道路的话 在座各位一定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 你们不是九十年代才出生的吗 对吧 我这话就不能再多说了 再多说我也进去了 所以我们感谢党 感谢祖国 感谢社会 我们感谢他八倍祖宗 邓小平给我们带来这个改革开放 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讲 中国原来叫传统的计划经济 对吧 那么1978年底1979年初的时候 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那个名词叫什么 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 没到吧 92年十四大才有吧 78年到92年这还十好几年呢 这段叫什么 叫以计划经济为辅为主 以市场经济为辅的混合型经济 从绝对的计划经济到允许一部分市场经济存在 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做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78年底79年初立足改革开放 对吧 然后上南海边画圈圈什么的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92年南巡 92年南巡 老爷子说过两句狠话 一个是谁不改革开放 谁就下台 后边一堆人举手 我最改革开放 另外一句话就是 社会主义也要有市场 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词 从老爷子嘴里蹦出来的 所以就在92年南巡完了以后 十四大帮就写进党党了 这是没得说的问题 所以他在人生的最后这些年里边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下来的调子 我不主张你们对他进行个人崇拜 但这个成就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我们在这画这么一条线的话 比如说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良性中线 往左边就是政府干预的越来越多 我们给他写上叫国家干预 往右边那应该叫什么了 叫市场经济或者叫自由放任是吧 我们写的叫自由放任 我们如果以苏联来画一条线的话 苏联应该是从苏俄开始 列宁同志搞战时共产主义吧 战时共产主义在我这图表的什么地方 战时共产主义啊极左对不对 我就画到这了这是战时共产主义 后来列宁是不是改毁了一下 新经济政策承认一部分市场经济了吧 然后呢回来了 斯大林同志又回来了吧 然后一直就这么发展最后干本死窍 对不对 这个小拐弯是列宁同志晚年做出来的决策 斯大林同志没有继承 中国呢 咱们从49年开始算吧 以前的井冈山就不算了 从49年开始算咱们走的这条路是什么 完全照搬苏联那一套吧 重工业化工业社会主义工啊是走重工业化道路 然后呢农业是走集体化道路吧 农业集体化还甚至超过苏联 人家是集体农庄 咱人民公社了 是吧 所以咱们肯定也是这 对不对 到什么时候咱就开始发现这文大了 七八年 七八年 我这时间就不这么花 咱们到这七八年 七八年开始往这边转了吧 这个转折点就是改革开放 对吧 92年怎么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继续往右 对不对 那么就开始偏到这了 对不对 但中国现在是不是绝对的市场经济 不是 你从原来股市中有一个说法 中国的股市既不是牛市 也不是熊市 而是猪市 什么叫猪市 就是朱镕基怎么说怎么市 那叫什么政府对股市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吧 当然你会发现有些国家还在恶毒的攻击我们 说我们操纵汇率 对吧 有些国家还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 我们很气愤 但是你自己知道的 咱是不是 中国倒没到那条良好的发展中线去 还没到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发展是偏向于中线 这方向是好的 对不对 好 如果我们看到 苏联的下场就是解体 而中国改革开放的下场就是能够继续健康的生存 孰优孰略已经摆在这了 我现在只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些东西 那么资本主义呢 资本主义我们从这时候来看 它首先是极右是吧 对不对 手工工厂阶段我们不说了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 资本主义进入到自由资本主义 它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叫蒸汽时代 国家对经济干预吗 基本不干预吧 对不对 亚当斯密的学说还有印象吧 好 那么它这么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吧 它有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因为国家完全不干预最后导致的结果呢 由于竞争的这种恶性竞争导致出现了这种竞争后的产物叫垄断是吧 垄断是什么垄断来的 叫个人垄断或者叫私人垄断 对不对 那么这种垄断并没有解决自由竞争所带来的问题 但是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吧 对不对 原来我们几十个人上半战一块竞争 现在我把它分成两个大垄断集团 它仍然是竞争的对不对 但是只是我把生产资料啊 生产过程啊 销售市场啊 尽可能的往一块都是凑了凑 这样可以缓解小规模的这种分散混乱竞争的状态 可是也容易出问题 因为它只是缓解而不是解决 所以一旦要在这个垄断的基础上再出现经济危机 那就不是玩的了 导致西方的经济出现了一个重要变轨的这么一个方式 是什么时候啊 那就是罗斯福新政了 29到33年经济危机 罗斯福新政是不是就开始国家干预了 但是他有没有干预到计划经济那边去 没有 他还是在资本主义这个自由的经济里提起里边 国家扮演着强有力的调解人仲裁人的角色 甚至通过立法的方式来限制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发展 罗斯福因此被骂作共产党被骂作法西斯 他被骂的次数太多了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 罗斯福都是对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 对不对 好 他率先完成了把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拉出来的任务 那么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这个归功于罗斯福及他的团队 因为他在改变美国经济结构的同时没有动经济的基本特征 没有动政治的基本体系 美国经济的基本特征虽然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但是美国经济仍然是以自由竞争为主的 对吧 国家并不是建立大量的国有企业来取代私有经济 还是私有制还是有不少竞争的 对吗 而在政治上 罗斯福坚决阻阻阔了这种要把美国的三权分立给废除掉 或者给破坏掉的这样的企图 罗斯福有一句话叫我这个改革是旧民主秩序的新应用 这话记得吧 旧民主秩序的新应用 说明我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架构当中做了一些创新性的调整 他这经济就好了 对吧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为什么会继续往这边买 二战以后以英法等为代表的欧洲国家 他们出现了很多国有经济 如果说连国家干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都可以做到大量拥有国有经济的时候 这条线过了没有 有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过了一点 对不对 过了这点就要命了 因为过了这点是为了应对危机 而欧洲在二战以后那叫一个烂 烂的都快没法看了是吧 德国打烂了 法国打烂了 英国基本打烂了 这三巨头都烂了 欧洲就整个人也没法看 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危机国家干预是管用的 而且是短期内效果最好的 所以这些国家经济飞速发展 还有一个什么因素导致这些国家的政府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干预 他的手里都有钱是吧 钱哪来的 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 请大家一定记住是政府给政府的贷款 马歇尔计划一共130亿美元 其中120亿是赠予 10亿美元是低息贷款 对吧 这是美国政府给英法德和西欧这些国家政府的一笔钱 明白吗 也就是政府手中突然有一笔巨款 我拿这东西可以恢复经济 对吧 我拿这钱恢复经济 我要不要管这经济 要不然他就等于把这钱分了 对不对 他没有分的 实际上英法这些国家建立了非常常见就是一系列的这种国有经济 这会儿最盛行的理论就是凯恩斯那个吧 凯恩斯那个理论跟罗斯福新政几乎是同时在进行的 你很难说是凯恩斯启发了罗斯福还是罗斯福启发了凯恩斯 反正这俩人互相有影响 凯恩斯的理论在二战以后极为流行 因为他主张国家干预 对不对 他主张国家干预的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当生产相对过剩的时候 国家就应该想办法用通过什么开放这种公共工程 增加就业 刺激出口 这些方式来刺激经济发展 对吧 如果说经济学里的一些东西我真的不是太懂的话 只从历史学角度去看或者从经济史角度去看 国家干预的一个重要方式 比如刺激出口 一个重要方式是贬值货币 对不对 让货币略微贬值一点 也就意味着适度通货膨胀 适度通货膨胀 那么你的出口就会有更强的竞争力 市场份额就会更大 这样就会带动你的生产 这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基本理念 国家是可以调汇率的 国家是可以积极的干预经济 欧洲国家很多走上这条路 但是后来出现一个词叫智障 对吧 智障实际上是1973年的时候 1973年的时候石油危机 因为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作战 所以阿拉伯人最后就来了一个釜底冲心 把石油给他涨了钱了 这一涨钱导致欧美这些国家经济受到了一个重挫 有长达两年的经济危机 这两年过去以后一直没有恢复起来 这智障叫什么 智是停滞 对吗 障呢 是通货膨胀 这两个东西在凯恩斯主义看来是不可能同时出现 我再次强调 刚才我们说过通过适量的通货膨胀可以刺激出口 刺激出口就会扩大生产 扩大生产就会提升生产力就会发展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就会多有创造这种就业机会 就会有更多的工资 有更多的工资就有更大的消费力 对不对 市场就会扩大 所以适度的通货膨胀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也就是说政府如果在经济停滞的时候 他应该推动通货膨胀 对吗 可问题是在1975年前后就出现了普遍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停滞 通货膨胀 它已经通货膨胀 你还在推动吗 再推动它更停滞 凯恩斯主义被证明是有重大缺陷的 整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过的都不怎么样 大家记住一点 七十年代正好是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里边的角色由绝对老大变成三权分立的时候 西欧起来了 日本也起来了 美国当然还是老大 是吧 但它基本上是三杰之一了 是吧 而苏联在美苏争霸当中的七十年代是什么状态来的 苏公而没手的状态 对吗 大家还记得1968年当选的美国总统叫尼克松 尼克松是不是要把越战给撤出来 尼克松是不是要全球收缩 尼克松是不是自个儿皮颠皮颠跑中国来了 跟伟大领袖见面来了 朝圣来了 对不对 要没有这种苏公没手的巨大压力 没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这种智障或者这种经济危机 你指望美国总统能皮颠皮颠主动找你来 还是洗洗水 可能性不大 对不对 从这个角度来看 整个世界的格局跟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么你会发现当智障出现 凯恩斯主义越干预就越出事的时候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两个代表 一个英国一个美国 率先进行了改革 美国是1980年上台的总统叫罗纳德里根 英国是1979年上台的首相叫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夫人是保守党的首相 里根是共和党的总统 这两个党在各自的国家里边都是相对代表那种上中产阶级以上的那种大工业资本家的 那么他们素来不主张大政府小社会 他们主张反过来要小政府大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里根政府减少了国家干预经济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减少了国家干预经济 那说明人家的经济从这又回来了 对吗 是不是又回来了 德国为什么没事 你没听说德国谁上台以后是故意把这经济这么转回来是吧 德国压根就没有特别多的国有经济 德国是二战战败国 是尤其西德 我说主要西德 他受到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扶植对吧 那么他在一片废墟基组织上重新建立德国经济的时候 本身走的路就是宏观调控加市场经济 能理解为什么吗 英法在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干预之前 是不是他也是自由经济 对不对 英法的自由经济导致他也受到29到33年的大危机的侵害 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危机来着 你没听说英国法国有什么罗斯福新政式的改革 他们度过危机的主要方式是把危机转嫁到殖民地去 因为他们俩是number one number two的殖民大帝国 对不对 但是二战以后殖民体系瓦解了 英法殖民强国的地位不在了吧 这种问题他们不可能再用老的办法去解释了 那他就用国家干预经济也能应对危机对吧 也能迅速恢复对吧 恢复起来 那这危机怎么办 国家干预过多的危机怎么办 他等于是从自由经济到国家干预再回到自由经济的轨道上来 对吗 而德国在二战前是谁主张 是希特勒对不对 希特勒怎么应对德国二战前那个经济危机来着 这东西咱都没怎么提过 你需要注意的就是他也是国家干预经济 走的路是完全一样跟罗斯福差不多 罗斯福把国家干预经济这条路走到了以民主作为基础发展自由经济的这条路上去 而希特勒就把国家干预经济这盘菜炒成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扩军备战了 但是德国经济在二战前也恢复到了过去的最高水平了 要不然他怎么有力量同时对全世界开战 那不是玩的 那德国的战争机器发动起来真不是玩的 对不对 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希特勒也是国家干预经济 只不过他那国家比较邪恶 把这国家整个德国的经济干预到一个高度集中的希特勒体系当中去了 那等到二战以后 他在恢复经济的人就对这种高度集中的国家过于强势的经济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反思 所以德国走了一条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了一条正确道路 它使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其基础是市场经济 你会发现德国从二战以后这六十多年一直坚持这样来走 德国是目前欧洲领域里边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它的经济发展要远超英法 对不对 德国是世界经济或者欧洲经济的领域人物 这是一个需要你注意的问题 我们如果把这两条线都划下来的话 那你会发现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它是不是都有一个不断调整其经济发展过程的这么一件事 这个调整都是向中线靠对吗 不靠的死路一条 如果列宁不靠 1920年代他就完蛋了 人们已经喊出来不要布尔什维克了是吧 他就可能要完蛋了 他调了一下好了 回来又被斯大林给拿下了 遇上几档子事让他继续坚信自己这条路走对了 结果 所谓击重难返伟大不掉 苏联就完蛋了 中国及时发行变轨 七八年底要不改革开放 完了咱就 咱就不知道怎么着了 92年老爷子要不多了多梭的说市长经济就是好 咱完了 警同学们要想一想 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民信权威崇拜领袖的这么一个千年的传统下 一个明白点的领袖哪怕多了多梭的 也比混账东西强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这边是不是也这样 好 我们通过这个图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 就是从历史角度 从经济学我不知道 我不懂 我不能胡说八道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 能不能说经济的良性发展的特征应该首先具有什么特征 市场经济的自由 对吧 这是经济发展的良性特征中的最根本的一点 同时还必须有什么 适当的国家干预 不能是无休止的国家干预 干预成计划经济不行 干预成智障也不行 对不对 智障智障 生产停滞通货膨胀 失业率高 这三个特点 在很多国家现在还都是有的 对吧 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条 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自由经济相结合 那么它是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最大推动力的一种经济形式 可以这么说吧 历史已经表明这一点 那么将来中国往什么方向去走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因为我们现在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证明我们再往这边靠 对吧 是不是像我画的靠的这么近 我不敢说 也许在这儿呢 也许在这儿呢 是吧 因为政府今天究竟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 好像还是值得思考的 我原来老爱拿忠实话 忠实游开开心什么的 你们自己想想 那可不是他怎么说怎么试吗 国家的这种垄断公司 它不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它叫国家垄断 而这个垄断对老百姓来讲不是什么好事 好 我们大体上了解到这一点 后边的经济基本上也说差不多了 战后的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体系当中还有一点 就是这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一点我们通常讲的就应该是美国经济霸权的确立 对吧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美国政治霸权是在二战以后绝对确立的 而与之相伴随的经济霸权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来确立的 那么你从时间上可以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在1944年 亚尔塔体系的建立是在1945年 是吧 这个时间说明主要的反法西斯国家在这个时间在干什么 开经济会议开政治会议他们要干嘛 安排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政治的我们说完了就是美苏两极争霸经济的尤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边经济的格局就是美国稳居经济盟主经济霸主的地位 我们还得回到马歇尔计划去 我们提到过这个计划是非常高明的一个计划 它充满着慈爱的感觉 充满着仗义的感觉 它一下给你130亿美元是吧 但是请问这个钱美国人是不是美国纳税人出的 美国的政治家如何说服纳税人 如果说服国会拨这笔钱给你 给一个不相干的大众 仅靠那种慈善组织是弄不出来的吧 他必须告诉美国人民 这对你们的安全对你们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美国人是不讲究给免费午餐的 他给了钱他是要回报的 美国得到什么回报 雪中送炭得到情感回报吧 那么我给你这130亿美元 咱们说过他拿这个钱上哪去买东西 还得让美国来买 因为世界打烂了 就美国没烂 对吧 美国有大量的产品可以出口 这是不是找到市场了 而且你拿我的钱买我的货 你是不是就不好意思跟我多收关税了吧 我就降低了关税壁垒 打开了未来美国企业进入欧洲的这个通途 对吧 另外 130亿美元说起来不少了 但是对整个欧洲来讲要想复兴够吗 N多个未来的130亿从哪来 你不能自己印美元是吧 你找我要我又不给了是吧 你还需要是不是 贷款 是得贷款 贷款是你能令几百亿几百亿的贷吗 而且那么多国家呢 很简单 想要吗 波雷顿森林体系说了 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 你没有美元可是你有黄金是吧 拿来看看 好亮的 给我这搁会儿 我给你35美元 你给我一盎司黄金 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流入了美国 大家应该知道黄金储备是各国央行所最看重的一种 叫做货币储备是吧 这个东西如果实打实的躺在你的国家金库里边 你的货币就是硬通货 美元之所以敢实行强势的金美元政策 它的美元是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对吧 金美元政策是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大到了其他所有国家合在一起也无法与之抗衡的地步 这就好像一个庞大的一个星球 它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一样 你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你们全都得往我这跑 黑洞的感觉你知道吗 质量太大 那反过来说 什么时候美元就一定跟黄金脱钩 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会被打破 当美国的经济体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的时候 当美国的经济不能远远超过欧洲日本这些国家的总和的时候 什么时候 日本是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的 60年代末70年代初欧洲经济崛起 也就这个时间 你看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不是美国开始调整政策 73年它率先放弃了金本位 然后大幅度的让美元贬值刺激出口 它一旦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这种挂钩的关系 那就意味着你们当时拿黄金换走的美元 现在想换回黄金 那是不可能的 我是不给的 这种流氓手段它也是使过的 对吧 这样一来 美国实际上仍然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但是由于有了可以挑战它的这种力量 这使得美国做出了相应的经济政策的挑战 在这咱也甭说特别好听的那些话 说白了 人家美国这不叫缺德 人家叫聪明 也就是说国家利益是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们优先需要考虑的东西 美国人不是救世主 美国人不是红十字会 他没有义务为你的伤痛买单 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来 但是一定会有所求 当然美国人有所求的时候往往做的特别伟光正 他有他一套那套理论 他老显得他挺像那么回事 挺正义的似的 但是我们需要理解一点 就是二战以后冷战格局里边交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那就是意识形态是拿来骗人的 国家利益是实打实的 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抛弃意识形态 这是需要同学们做个脑筋急转弯的事 所以现在如果你心里面还有什么万恶的资本主义什么的 你趁早就 是吧 你应该直接进博物馆当展品 上个时代的蒙马骨相这种 这已经是非常过时的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人可以没有理想 人必须务实 谁给我钱 有钱就是爹 有奶就是娘 那不行 人超越普通的动物 还是因为人有思想 有他的道德底线 但是个人与国家是不一样的 国家是优先要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好 我们知道这就行了 那么布列顿森林体系包括什么 我们把它从生到死都说过了 它包括什么呢 最主要的两个东西 一个叫IMF是吧 IMF是什么东西呢 这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要知道它是干嘛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提供短期的 贷款应对灾难性事件的 举个例子来说 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韩元短期内贬值10% 这货币就崩盘了 当时韩国已经面临着经济崩溃的这种状态 如果不给予及时的救助 韩国经济可能崩溃 它要崩溃了 会连带周边这些国家都跟着倒霉的 所以IMF紧急给它一百三十五亿美元的贷款 就让它把韩元下跌的势头给稳住了 韩元对美元正常的比价原来是一比一千左右 九十年代末的时候达到一比两千二 一比两千二什么概念 你如果持有大量韩元资产的话 你的财富瞬间贬值一半 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对吧 你要是适当的 适量的通货膨胀 你不能50%50%的贬 你贬成津巴布维员刷了 那玩谁受得了 变成民国的法币刷了 不带那么玩的 所以这是一个紧急救助的短期贷款 而市航 我们叫它世界银行 在这里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是吧 它后来就叫世界银行 叫wordbank WB是它的简称 它是提供一些长期的低息的这种贷款项目 供发展中国家 也像中国这样的发展国家 我们有很多市航项目 去解决一些教育民生卫生环保医疗 就这些给人民提供最基本的这种保障 给这个贷款 市航贷款一般来讲利息不高 还期比较长 一般的国家它借得起 中国有大量的市航贷款项目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 这两个基金组织实际上都是用货币这种武器来调节 影响世界经济 对不对 你的经济要崩溃了 我夸给你住一笔钱 你不要崩溃 你这个国家经济要发展 我给你在基础建设方面 长期投资奠定你发展的基础 对不对 这些都是有利于世界经济恢复和发展的 但是在这两个组织里 美国都是任交的份额最大 投票权最大 基本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这样的国家 我们也可以发现美国通过IMF和WB实际上是控制世界金融 对吧 这个控制一方面有它经济称霸的野心在 另外一方面也有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责任在 对吧 这个你说不好是你说它多丑恶或者多多慈善都没有 它就是一个客观现实 美国影响世界经济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官贸总协定 是吧 官贸总协定实际上是针对二九到三三年危机当中 各国纷纷提高关税壁垒 阻碍其他国家货物流入以保障本国国内市场 那个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在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形成的时候 用人为的方式来挡住外国货 只能使自己的货也出不去 大家一起死光光 二战以后 终于这帮人坐下来成立了官贸总协定 就是为了协商关税 不要用这种关税壁垒再来挡住外国的这种商品 你在这可以标注一下 这个官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有点像1899年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 那东西咱没学 但是我稍微给你讲一下 你听一听 1899年的时候 中国面临的情况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是吧 咱快让人分了 瓜分斗铺了 是吧 但是美国当时没有参与瓜分中国 是因为他忙着跟西班牙打仗的 打了一场美西战争 1898年的时候大的 把老牌西班牙打了一头朝下 从西班牙手里得到了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 捎带脚又把菲律宾给拿下 当他拿到菲律宾急目向西看的时候 发现中国快让人分完了 他非常郁闷 合着我这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在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居然没有我的份额 美国人绝对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他召会英法德义各国政府 你们不都在中国有利益吗 我召会你们 这召会就叫门户开放召会 门户开放什么意思 我美国承认你们这些国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那帮人很高兴是吧 美国第一大国第一大强国承认我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好 第二点他必须对我开放 明白什么意思吗 意思就是那地方是你的势力范围 咱俩俩的 后来这个召会又被 因为英国接受了 其他国家也纷纷表示接受 大家一商量把它最后发展成为什么呢 那个地方是某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 但是被其他国家都开放 那还叫什么势力范围 门户开放 实际上是美国防止一些国家瓜分中国独霸中国的一个策略 那个在美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独立的侵华政策 那也是一种侵略 但这个侵略的客观效果是什么 中国免于被瓜分 对吗 因为谁要是把中国瓜分了 他瓜分出去那块地就成了那个国家的领土了 美国是可以参与侵略中国的 他不好意思直接侵略英国 英国把长江流域拿下 那地方是大英帝国的领土了 你好意思说我上那去跟对付清朝一样的对付英国吗 比较麻烦 所以那地方最好还是让中国政府管着 我承认你在这特殊权益 但你也得承认让我进去 这样一来你会发现美国的基本思路就是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 我要愣挤斤去跟你平等竞争 那别的国家当然玩不过他了 与他经济实力相仿的比如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 他们可能不在乎 因为这样一来对他们也有好处 你想我们举个例子 英国和俄国 英国拿的是长江流域对吧 俄国拿的是长城以北加新疆 我天哪三分之一的中国全没了 北边那么大伙全没了对吧 如果按照瓜分中国的企图 长江流域最好的中国的经济区是不是归英国了 北边那么大的区域就变成黄俄罗斯了 就成俄国了 这两个国家英国在跟俄国进行交往的时候 他是不是得跟俄国打交道 而不是跟中国打交道了 美国门户开放结果是什么 长江流域向俄国开放 长城以北加新疆向英国开放 咱们俩各自承认对方在这个地方有特殊权益 但是两个地方同时对咱们俩开放 英国货可以去长城以北 俄国货可以进长江流域 请问俄国货凭什么跟英国货竞争 俄国是赚了是赔了 一准是赔了 因为他的经济实力不行对不对 那你就会发现越发达的国家 越不愿意看到中国被瓜分对吗 越落后的国家 产品实力越差的国家 他就越希望中国被瓜分 那么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展史当中 谁的经济实力是比较强的 在20世纪初的时候美德英法对吧 这四个国家是不想让中国被瓜分 谁特别想瓜分中国 日本是想灭亡中国 俄国是想瓜分中国 对吗 俄日是不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两环 俄国是一环 日本是另外一环 对不对 这俩是不是都具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 那么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他绝不会允许中国被这样的国家瓜分 所以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 你要知道 人家占了北京一年零三个月 中国政府跑西安去了 只要搁几个往这一坐抽了一袋烟 说咱甭承认中国政府了 中国就亡了 你真以为义和团光着榜子 能把他们给赶出去是吗 还是那句话洗洗睡吧 梦里可以 义和团兄弟们很爱国 但是他基本上就那德行了 为什么这些国家吵来吵去 最后还是承认了清政府 而且没有追究慈禧台后的责任 他要追究慈禧的责任 慈禧是绝对不会签这个条决的是吧 他不追究慈禧的责任 慈禧要什么都给 但是你得承认清政府是合法政府 让清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言人 拒绝瓜分中国 这是列强的矛盾的体现 英国人有一句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就是瓜分中国是小 瓜分大英帝国的市场是大 那是我的市场 我不能让你瓜分了 你再看后面 当日本在1915年提出灭黄中国的21条的时候 袁世凯没办法吧 袁世凯扛不住必须签对不对 他让他的英文秘书顾维军 把21条的主要内容翻译成英文 连夜送给英美使馆 英美立刻提出抗议 日本你什么意思 人们说我没什么意思 我这大家都是出来问的 当时英美这些国家主要的精力放在欧洲跟德国打一战 没有力量东固 日本差点得手 可是这个条约最后签了归签了也批准了 但是真正落实可是没真正落实 等到1919年巴黎和会 同学们也知道我们以战胜国的身份去了 却遭到了战败国的待遇 为什么巴黎和会上那些列强支持日本灭亡中国呢 你想想 凡尔赛合约主要调整的是哪的关系 欧洲和近东的关系 远东没谈完 对吧 远东的事是在1921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谈的 在那个会议上 中国联合英美抱传日本 日本实际上把21条废除 并且把山东归还了中国 中国只是拿了一笔钱赎了一条交际铁路出来 所以事实上日本妄图独霸中国灭亡中国的野心是被列强给遏制住的 此后一直出现日本为一方 英美为一方在中国利益的这种不断的较劲 对吧 结果就是二战 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蒋介石原来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他跟日本的关系很紧密 但是1927年他娶了宋美龄 报纸上登蒋中正娶宋美龄等于中美合作 宋家有很深厚的美国背景 蒋介石也认清了日本不是美国的对手 所以他开始转投英美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政治婚姻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在英美的支持下全面抗战 这是史实中非常清楚的东西 当我们以盟国的身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抗人战争胜利的时候 你发现中国昨天还是两班社会 今儿就联合国创始会员国际案例会常任理事国了 对不对 咱凭什么那么有地位来着 当然是我们打出来的 是我们不投降气出来的 把日本鬼子气得直撞鼻血 但是我们的地位是跟英美绑在一起的 能理解吗 我把这段历史说清楚 我却想告诉你美国这个国家近一百年以来 它对中国的基本政策就是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的情况下 向它全面开放 这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 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维持我们的半殖民地的身份 而不是沦为殖民地 对不对 我们用不着特别感谢美国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发展有的时候是双赢的 中国的国际地位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么你现在来看 当美国在二战以后以绝对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签署官贸总协定的时候 他要的是通过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控制各国的市场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三样东西记下来 两个银行 这两个银行或者基金组织都是美元为主导美国借以控制世界货币的这么一个组织 而官贸总协定是世界市场继续巩固和扩大的一个重要的条约